这是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 沉寂七年再次出山 1973年4月12日 为了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 场面盛大辉煌 中外记者云集 而在会场的角落里 坐着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 他的位置虽然不怎么起眼 全程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但浑身上下独特的气质 很快就吸引了全场人的目光 尤其是当周总理带着西哈努克夫妇 朝着他的方向走来时 记者们立刻将闪光灯 对准了这位重新登上 中国政治舞台的老人邓小平 这是自七年前销声匿迹以来 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 同中外人士会见 而且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 邓小平的付出 不仅在全党引起了高度重视 连上在病中的毛主席 也迫不及待的表示想要见他 两位老有重逢 除了常规的握手寒暄 毛主席还问了一个问题 小平同志 你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面对这个提问 邓小平显然有些诧异 他没有想到毛主席会如此直言不讳的 从正面谈论这个问题 经过深思熟虑 他仅仅回答了两个字 等待 七年的时间 他在等待一个契机 也在等待历史的选择 1966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 将邓小平一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深渊 1969年 65岁的邓小平与夫人卓琳 继母夏伯根 被下放到江西省南昌市 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生活 家中的几个子女也流散各地 邓小平在厂子里干前工活 虽然是熟悉的工种 但对于年近七旬身体不好的他而言 显然有些吃力 尽管如此 但他从不搞特殊化 始终坚持原则 而他的为人低调 生活节俭 工作勤劳 也让整个工厂的工人们 都对这位曾经的中央领导 肃然其境 或许是因为有前车之鉴 又或许是这一次身边有妻子作伴 邓小平在逆境中始终保持乐观 他与妻子苦中作乐 相互帮衬 直至197年事件的发生 他终于等来了契机 事实上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成功付出 除了自身清清白白以外 还离不开一个人的努力 他是邓小平付出的大功臣 计划两年多帆奔走 甚至不惜在中央会议上力排众议 也要为邓说话 这个人就是周总理 1971年事件后 当举国上下纵情欢呼时 邓小平的身影 却日夜徘徊在周总理的脑海中 为了让这件事水到渠成 他一边在中央会议中肯定邓小平的历史功绩 一边极力争取毛主席的支持 而与此同时 远在千里之外的邓小平 也嗅到了一丝付出的信号 他多次给毛主席写信 表示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 尽管过程中依然有人百般阻挠 但历史还是选择了邓小平 1973年3月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批示下 成功为邓小平恢复名誉和待遇 从江西到北京 从彻职到复职 历经漫长的等待 他终于等来了曙光 在迎接外宾的招待会上公开露面 只不过是复出的开始 重返政治舞台后 邓小平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还隐隐有着接班人的意味 当时的中央领导班子正在面临着领导危机 周总理患癌 毛主席年迈 叶剑英身体不好 在动荡的国内时局下 正需要邓小平这样精力充沛 而又成熟老练的政治家 而邓小平也不负众望 尽最大努力支持辅助周总理的工作 以至于周总理在临近手术事前 还握着他的手说 过去一年 你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比我要强得多 周总理的这份肯定 也无疑为日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 提前埋下了伏笔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视频点赞 留言加个关注 下期再见